嗨大家好,我是Nik 今天要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疫情期間 工程師們如何透過做壞事 來凝聚團隊的向心力 以及提升開發能力 相信大家最近都因為疫情的關係 而被迫改變原有的生活 以及工作形態 有的人工作變少 甚至到暫停 而工程師的軟體開發工作呢 基本上都轉往在家的工作形態 也就是work from home 畢竟只要有電腦跟網路 再搭上溝通的協作軟體 以及視訊會議 在家一樣能完成在軟體上面的 開發流程 甚至因為待在家裡 更可以避免的被頻繁的打擾 難怪疫情之後 就比較少人去買八二個的衣服了 不過以公司的角度而言呢 雖然軟體開發的部門 可以不受地點的限制 一樣照常的在線上進行開發 那麼上下班打卡呢 我們可以發現在疫情期間 很多的事情都開始逐漸的 轉往數位化 原本到公司是透過 門禁的刷卡記錄時間 來當作上下班的時間依據 看來一瞬間就遭受到挑戰了 原本我們公司是從 手動的訊息簽到 直到導入數位化的 打卡請假系統 雖然線上打卡很方便 但是在同事還沒有彼此養成習慣之前 下班之後有時候網站 城市關一關 就會很容易的 忘記要再打開網站 記得去打下班的卡 導致呢 我們要算薪水之前 記得要去補刷 不然後台的系統 就會出現一堆 非常多的異常 顯示每一個日期呢 都只有上班的打卡時間 卻沒有下班的時間 不過呢 工程師的存在 就是 找到問題 解決問題 這種忘記打卡下班的事情 怎麼可以天天發生呢 沒錯 我們今天就要來開發 全自動的 打卡上下班系統 如果你對這類的內容有興趣的話 就請記得一定要幫我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順手給我一個讚 這樣子你就不會錯過 接下來我要和你分享的 任何內容囉 很多人都以為學習寫程式 需要有一套循序漸進的方法 或者是 暗部就班的教學 想一下哦 如果你今天要找到一個 付費的東西 想要把它變成免費 或者是你想繞過某些 檢查的機制 還是你想改變某個遊戲的獎勵 這些呢 往往都是你最認真 花最多時間在做的事 有可能一搞 就不小心搞到了半夜 然而給你一本書 一套課程 你可能看一看就覺得 哦 明天再看好了 沒錯 有一位很厲害的開發前輩 在他的部落格的標題 是非常的經典 也就是 做壞事 是進步最大的原動力 好我們直接進入重點 我們來分析一下 如果現在呢 要在我的公司上面做到自動打卡這件事情 首先我們必須先了解一下 某一個線上打卡的服務 要手動 完成打卡的動作 需要有哪些步驟呢 我們點擊打開網站 可以發現要先輸入帳號密碼 登錄之後呢 可以看到自己的名字 職位 還有一個出勤表 按鈕也非常的簡單 只要按一下打卡 就可以打卡了 然後我們發現 只要再按一下打卡 就會變成打下班的卡 所以可以合理推斷 對方的系統 是拿第一次打卡時間 當作上班 第二次以後呢 就是下班出卡的時間了 接著我們來分析一下 它這個打卡送出的行為是怎麼樣的呢 可以透過Google Chrome的瀏覽器 按下右鍵檢查 點選到這個Network的標籤 然後記錄一下 當點擊打卡之後呢 會送出什麼樣的請求 到他們的伺服器 仔細觀察了一下 可以看到有幾個動作 大概是三個 它有一個是CodeUsePunch 有一個是AdWalkCup 以及最後一個 GetUserAttendInfo 這三個都有一個共通點 可以看到這三個請求 都會附加一個ENC的字段 這裡呢 我們簡單的依據經驗來推測 這個ENC有可能是 incrept加密某一個data 然後把這個資料呢 送去伺服器再做驗證 避免防未造使用的 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可能需要花一點點時間 來研究一下 這個加密的規則是什麼 但是在研究以前呢 我們避免做白工 我們可以把這一串加密好的東西 稍微搜尋一下 這個瀏覽器裡面 還有什麼可能 最後 欸 好像跟我們想像的不太一樣 它在錶單裡面 就已經加密好了 這個data 就已經放好了 既然有現成的可以使用了 不過我們稍微研究一下刷新之後呢 欸 這個驗證的這一串資料 是會變動的 一樣 依照經驗來說 這可能只是一般的 CSRF Token 接下來我們可以試試看 這個CSRF Token 是不是有做到位呢 如果我直接重放 它原本的請求 還會打卡成功嗎 我們稍微再試了一遍 發現結果 欸 還是會成功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網站出卡的時間 透過我們replay 這個request之後 還是成功了 好的 分析到這邊 我們大概可以歸納出一個簡單的流程 來做到 自動化打卡的步驟了 我們可能只需要兩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拿你固定的CSRF Token 然後定時的呢 去重放這個請求 不過這樣子做的缺點 大概就是 你可能會不知道他CSRF Token 什麼時候會過期 再加上 這個只能由你一個人使用而已 如果傳給別人 可能要讓他們自己 再花時間去抓那個Token 然後他們腳本還需要花時間改 這樣子實在是太不便利了 而且身為一個team leader 怎麼可以做出來 只讓自己使用呢 太自食了 料理是帶給人們幸福的 程式則是讓人們找回生活的 既然要改變生活 怎麼可以只改變一個人的 當然是改變所有的人啊 接下來 我們必須設計一個 可以讓大家使用的 自動發打卡系統 前面呢 我們分析完問題之後 現在我們就來動手做看看 我自己呢 則是拿我自己最熟悉的開發框架 來進行開發 稍微規劃一下初步的User Story 使用者可以註冊系統 使用者可以每一個設定自己打卡的時間 系統必須每天依照用戶設定的打卡時間 進行輪詢 並且去打卡 再來是Database Schema 可以看到我們的Users的欄位 以及我們的Punch Settings 最後是預約的時間 就是Punch Schedule 然後呢 我的手動再套了一些簡單模板 拉了一下Landing Page 再寫一個很爽當的文案 嗯 就是 這是你最後一次忘記打卡 稍微想了一下 難得自己再搞一台機器 不如我們就直接Deploy到Hiroku上面 Hiroku這個服務算是很方便的服務 接下來做得差不多了 就來請我們的同事一起加入這個黑暗的組織 開始試用一下這個自動打卡系統 結果沒想到我的同事說 他也需要這個推扣的權限 他也想要貢獻一下他的開發 我把權限開給他之後呢 我就跑去睡覺了 隔天起來 畫面的UI他跟我說 哦 他改好了 我點進去看 原本一個破爛不堪的網頁 算瞬間的變得很有質感 接下來另一位同事看到了 他說 哦 那我要挑戰一下 我要來 衛造GPS 兩天之後 我們的 個人設定的頁面 Punch setting 突然多出了一個可以衛造GPS 還可以自動拉 UIUX 極好的一個設定 又過了幾天 其他單位同事說 受夠了 常常忘記下班要打卡 導致他那個紅字一堆異常 他說他也決定要來試用看看啦 結果他一註冊之後 欸 我們的Slack突然跳出通知 誰啦 誰又跑去接Slack的機器人 哇靠 整個專案突然 瞬間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這個project大概只開發一個禮拜 同事瞬間的活起來了 各種開發需求 功能一直進來 甚至我們後面還避免 假日跑去打卡這件事情 我們還匯入了 台灣2021年的 國定假日的系統 最後 我們在會議裡面 搞到我們自己老闆都想用了 我自己都覺得 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突然原本團隊開發產品 可能已經到了一個就是倦怠的期間 沒想到因為疫情 做了這件壞事之後 瞬間凝聚了整個團隊的向心力 大家都 錨進來的開發 一起研究這個 很有趣 卻又很好笑的議題 工程師呢 基本上就是一群 很懶的生物 如果能自動 絕對不會手動 而我們呢 也就是秉持這樣的個性 所以就開始去 專研學習更多這類有關的事情 以上呢 就是這支影片全部內容了 在影片結束以前呢 有一個消息想和你分享 這個月7月22號 晚間有一場公益的 線上潤攤活動 而我在這個後端領航者潤呢 是擔任講者的其中之一 這個活動只收押金 聽完呢 就退還了 相關的資訊 我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如果你對後端有一些興趣的 新手啊 中手朋友 歡迎你來聽聽看 然後這支影片做的那個 很好笑的project呢 也會放在我的資訊欄裡面 你可以點回去看看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分享 也請記得一定要幫我 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你在疫情之後 有遭受到什麼改變嗎 或者是在疫情之後 有學習到什麼樣新的技能 然後記得把影片分享 跟你身邊常常做壞事的那個朋友 我是那個 在地上滾的工程師 那我們就 下次見囉 ミ część 咦 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